18岁公民权修宪案获得朝野共识 接下来就是公民复决 中选会公告投票日榜年底九合一大选 定在11月26号 不过呢 这一关其实很不容易哦 因为门槛至少要超过965万 这比拿下台湾选举史上最高票 总统蔡英文当年的817万票还要更多 那这回公民复决跟大选办在同一天 外界也担心会不会重演2018年 公投绑大选的乱象呢 对此中选会保证说选务量能充足 同时也考量疫情降低两次群聚风险 公民权下修18岁修宪案 拼年底公民复决过关 中选会拍板日期就定在10月26号礼拜六 跟九合一大选同一天 而这回修宪是首次交由公民复决 那通过门槛以2020大选有效选举人 1931万来说 公民复决同一票虚过半 门槛高达965万 但这距离选举史上的最高票 总统蔡英文的817万 还超过100多万 因此这回的通过门槛 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但修宪复决榜大选 就怕会重演2018年 公投榜大选选举乱象 中选会说明 这次选举票最多05张 公投票一张 比起2018年最多15张要投 选物量能充足 在考量若短期内量度投票 人员调度会有问题 也避免二次群聚 只是这样的说法在野党不买单 公投要跟大选在一起啊 民进党是强力的反对啊 现在不是证明了国民党是对的吗 所以民进党稍微有一点点廉恥心 想骂的骂完了 但国民党对中选会规划 还是妥协改口说尊重 推动18岁公民权 朝野终于没意见 但还得要全民有共识 记者旅行们刘伟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